2019年上映一部科幻电影《流浪地球》,让国内科幻电影再次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,无论从剧情内容还是特效制作,得到观众们的认可,单从票房来了,成为了国内科幻电影之罪。 据悉《流浪地球2》也是早早的开机了,将在2023年大年初一上映。大家苦等三年的后续《流浪地球2》终于又有了好消息。 1月24日,吴京在观威晒出了宇航福剧组照,这就证明《流浪地球2》已经在紧张的拍摄中,但是希望吴京拍戏也不要太拼了,注意身体。 从电影院贴片信息来了,吴京的宇航福拜年视频也提早的放了出来了,一整个期待住了。 从《流浪地球2》的官方海报,可以看得出来,第二部将飞离太阳系,或许会遇到有新的危机。 而且从主演来看,吴京、刘德华和张峰一等双影帝阵容,想必会是一个新的剧情内容。 而且在《流浪地球1》的时候,吴京饰演的刘培强,为给地球提供燃料,把空间站推向木星,英勇殉职。 所以此次吴京参演必定是新人设出现,所以还是让大家好好期待吧。 自从《无精战狼》系列上映之后,在加之后面的《流浪地球》和最近的《长津湖》,一举成为了中国电影跳坊第一人。 他不仅是演员,还是一位优秀的导演,从演技上深深地征服了观众,还是让我们关注他的新电影《长津湖之水门桥》,在2022大年初一。 现在已经预售门票,所以喜欢的话可以再等几天去电影院围观哦。